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美国的犯罪喜剧片《再无可失》 宁克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 他事业顺利,与妻子恩爱甜蜜 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这天,宁克本来和妻子约好了晚上去订音乐会的 但老板因为临时有事 便指派宁克晚上帮他招待一位客户 不一会儿,客户竟打来电话将晚餐改期了 宁克非常高兴 但他没有给妻子打电话 而是直接回家准备给妻子一个惊喜 宁克捧着一束鲜花荷到家后 隐约听见楼上有男人的声音 他下意识地以为家里进了贼 找出一瓶房廊喷雾 拿起一个主台向楼上走去 但他慢慢打开卧室的门 却看到了真正的惊喜 世界瞬间变成绿色 宁克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但他没有进去质问 来到楼下,在桌子上看到了老板的袖扣 宁克这才意识到 妻子出国的对象竟是自己的老板 失魂落魄的宁克开着车子 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 不知不觉来到了黑人区 他在路口等红灯时 正闭目缓解情绪 突然,老黑拿着枪上了车 要实施抢劫 但他今天可没找对人 更没想到他的倒霉之旅就此开始了 宁克正憋着一肚子火无处发现 他随即将车门翻锁 然后一脚油门闯过红灯 开始在路上横冲直撞 老黑吓得脸差点都白了 这个比抢劫刺激多了 可尽管他用枪威逼着宁克快停车 但宁克却置若闻 风了一样越开越快 这时宁克拐进了一个小巷里 前方有连正在些报纸的货车堵住了路 老黑心想 这下总该停车了吧 谁了 宁克直接撞开一堆报纸冲了过去 随后他拿出身上的钱包问老黑 不是想打劫吗 说着打开车窗把钱包扔到了大街上 接着掏出防篮喷雾 喷了老黑一脸 可怜的老黑前面抢到 小命先跌路半条 宁克一路飙车 进入了亚利桑那州 此时老黑已经崩溃了 他看着四周人烟稀少一片荒凉 不免紧张起来 不会是遇到了传说中的荒野杀手吧 宁克戴着墨镜一眼不发 老黑心里更是发出 半路经过一个服务区时 宁克终于将车子停了下来 他进入餐厅点了一杯咖啡 老黑自己一忙跑到路边拦车回家 可等了好久也没有车辆经过 他只好回到餐厅与宁克商量 只要宁克开车载他回去 他就不计较宁克绑架他的事情 宁克没想到 老黑抢劫不成 反而倒打一趴 服务员听了他们言辞激烈 谈论的又是抢劫又是绑架的 希望宁克现在就把咖啡钱付了 宁克一抹口袋才想起来 他把钱包扔到了大街上 老黑帮他付了咖啡钱 并幸灾乐乎地表示 宁克现在没钱没信用卡 看等会怎么加油 宁克提出 只要老黑给他钱加油 他就同意带老黑回家 老黑反倒不急了 表示他就喜欢这里不想回去了 这时宁克突然想起 他车里还有一张备用信用卡 老黑一听 和宁克一起飞奔出去抢卡 结果两人互握的鼻青脸准后 才发现这张卡已经过期了 随后宁克给车子加油时 想起了与妻子结婚时的情景 一不留时把汽油撒到了鞋子上 他转身放油枪时 却看到老黑正拿着枪抢劫便利店 宁克跳上车 准备丢下老黑离开 时至老黑早把车钥匙拿走了 宁克喋喋不休地劝说老黑把钱还回去 直到便利店老板提枪出来 打烂了道车镜 宁克在慌乱的蒙采油门逃离此地 但便利店老板在后紧追不舍 两枪还挂着邪恶的微笑 这时接到报警的警察 已从前方路口赶来 宁克将冲急忙掉头 与便利店老板的车迎面行驶 老黑笑得哇哇乱叫 而宁克却没有丝毫躲闪的意思 掩盖两辆车就要相撞了 便利店老板终于忍不住了 一扭方向盘与警车撞在了一起 宁克将安全后 停下车来责骂老黑 就是个没脑子的呆瓜 抢警一点也不专业 连个面具都不戴 迟早蹲耗子 就算要抢一个抢比大的呀 一家便利店能有多少钱 再说 做案钱是不是得先做调查 埃娜自己所在的广告公司举例 他就知道 老板的保险柜里放了六七十万的现金 夜间大楼里只有两个警卫 和一套个人保安系统 而且他还正巧知道密码 说着说着 宁克灵光乍现 抢了那个王八蛋的钱 让他资金链断裂破产 顺便报了夺气之痕 简直完美 老黑一听尼克要干票大的 便提出要做尼克的帮手 并且要求无误分成 否则回去过 他就给尼克所在的公司打电话 无奈之下 尼克只好同意带上老黑一起行动 与此同时 亚利桑那州的警察 对一黑一白两门公路持枪抢劫犯 发出了通缉令 晚上 尼克正开着车 一只大蜘蛛爬到了头上 他下了急忙停车 原地跳了一段梯塔舞 要把蜘蛛抖落 同时 口袋里的火柴也掉在了地上 而他之前加油时 不小心把汽油撒在了鞋子上 鞋子由火柴发生摩擦后 竟燃起了火 尼克只能又跳了一段带火的梯塔舞 而一旁的老黑则差点笑着当场去世 还不忘用便携式摄像机拍下了整个过程 一段小插曲后 两人继续向前走 来到了一个加油站加油 尼克把老黑再去抢劫 便拿走老黑的枪来到便利店 店员看到尼克穿着一双烧焦的鞋子 腰间还背着枪 还以为遇到了抢劫的 迅速拿出枪对着尼克 然后就要拨到报警电话 尼克车长迅速把枪停在了对方脑门 我只要20块的汽油和一根棒棒糖 这要求很过分吗 看着黑洞多的枪口 老板只能乖乖地交出枪拔掉电话线 但尼克还是付了汽油钱和买东西的钱 这时另外一对黑白双傻抢劫犯 经过加油站时 看到老黑拿着枪 便以为尼克和老黑已经抢劫了便利店 自己的地盘其容他人染指 于是二人一路为随 在半路把尼克的车撞停 黑白双傻用枪威胁尼克和老黑 交出抢来的战利品 结果他们什么都没搜出来 只在尼克身上找到一盒名片 就在其中一人拿枪顶着尼克时 老黑趁机摸走了那人腰间的手枪 掌控了局面 但老黑太过紧张 百来百去地把子弹摆到了尼克身上 这神一样的枪法 把三个人吓得连连后退 双方护骂了一阵后 老黑将对方的车胎打爆 和尼克逃离的此地 但尼克始终对老黑走火的事无法释怀 甚至感觉自己的手快要废了 他小心翼翼地脱下衬衫 老黑一看伤口 妈呀这个太严重了 您再不去医院可就痊愈了 天色已晚 老黑让尼克去他家赞助一晚 并表示 他的家人并不知道他抢劫的事 让尼克不要说漏了嘴 一进门 老黑就跟妻子解释着 这时慈爱的母亲急忙从卧室出来 看看儿子饿瘦了没 上来就是三个干脆的大嘴巴子 顺便赏了尼克一个 尼克看着墙上老黑得过了奖状 和老黑找工作屡次被拘的通知书 以及这上游老下游小的家庭状况时 感触良多 如果岁月静好 谁又愿意去铤而走险呢 第二天 老黑去商场偷了两个头套 和尼克去一家便利店 抢了两个带音乐功能的新型手电筒 晚上八点 两人来到办公大楼前 老黑故意用石头砸了一块玻璃 然后趁着门卫出来查看自己 溜进了大楼里 尼克知道电梯那里有警卫巡逻 便和老黑爬楼梯到15楼的办公室 与此同时 黑白双傻根据尼克名片上的地址 也驱车来到了办公大楼附近 他们看到尼克的车后 决定守株待兔 这边 尼克和老黑累个半死 终于来到了办公室门前 尼克输入安保系统的密码 却总是显示错误 而精通计算机的老黑 打开密码盒 分分钟就关掉了报警系统 尼克惊呆了 有这技术你还去抢劫 不过 他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 反而来到办公室 先挡住了摄像头 尼克知道密码 打开保险柜 将里面的线机洗劫一空 拿完钱 尼克还觉得不结气 故意对着摄像头 逼着我爱你的手势 逼着逼着就疯了 摘着头盗 破坏了老板最喜欢的一个雕像 熏楼的警卫好像听到了动静 便打开办公室的门进行查看 正准备离开的尼克和老黑 急忙躲到了桌子旁 警卫看了一下 并无异常 便准备离开 谁了 这时尼克就不小心碰到了 手电筒的音乐播放按键 音乐响起 警卫抑制住躁动的内心 停住了脚步 尼克慌忙关掉音乐 警卫走近 看到办公桌上有一个音乐闹钟 还以为是有人设置的闹铃 扭头一看四下无人 警卫打开闹钟上的音乐 开始自我陶醉地跳起了独创的舞步 一个半小时后 警卫才意识到嗨过头了 音乐一听 尼克和老黑也睡醒了 他们带着钱来到了酒店 昏然不知黑白双傻已尾随其后 老黑看着大把的钞票 想着以后家人能过上好日子 开心不已 但尼克却没有感受到 预想中的报复后的痛快感 他来到楼下喝闷酒 正好有美女主动投怀送抱 尼克想到妻子的背叛 决定也放纵一回 但没想到 人家裤子都脱了 尼克的理智又回来了 老黑正在房间里数钱时 有人敲门 他以为是尼克没带钥匙 但打开房门却是黑白双傻 尼克走在大厅 看到了公用电话 于是忍不住打到家里 一天一夜没有丈夫的消息 妻子很吃担忧 尼克没想到 事到如今妻子还在装蒜 他把昨天下午看到的情形说了出来 妻子一听 便知道是尼克误会了 原来 妻子的妹妹和妹夫 坐飞机来看他们 当时妻子正在上班 便让妹妹自己从花盆里 拿备用钥匙进到了家里 突然回家的尼克 看到了一幕 其实是妹妹和妹夫 他当时只看到了一个背影 便误认为是妻子 至于尼克看到的老板的袖扣 那是上次圣诞聚会 尼克老板把袖扣烂死他们家后 就一直在那桌上放着 误会结束 尼克欣喜不已 可一回想今天干着这些事 立即向房间跑去 尼克在电梯口 看到黑白双傻提着前代 顿局不妙 他跑回房间 只见老黑坐着椅子 被吊在了阳台的栏杆上 只要一打开通往阳台的门 老黑就会摔下楼 老黑过得稀里滑来 让尼克快叫救援队来 尼克却表示 他可以在打开门的同时 抓住床单救下老黑 老黑无奈 只能把小命交到同伴手里 尼克使出浑身力气 在开门的瞬间抓住了床单 谁知 本快床单就从他的手里滑落 老黑惨叫着摔了下去 不过幸运的是 床单勾住栏杆 把他甩到了楼下的阳台上 老黑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毫发无伤 紧致地 他们下楼开车去追黑白双傻 老黑打包对方的车袋 致使对方的车 撞到电线杆上停了下来 他们下车追到小巷里 四人拔枪相向 此时的尼克不再窃窮诺诺 自信一旦打落了对方的手枪 就这种枪法胜负一分 尼克和老黑拿走钱袋 把黑白双傻绑了起来 警察感到 对着的亚里桑纳州发出的通缉令 正好一黑一白 尼克告诉老黑 他和妻子的误会解除了 现在他们必须把钱送回去 但老黑不同意 他抢过钱袋 从破损了后窗玻璃跳下的车 尼克劝说道 那个袋子里装着我的幸福 老黑表示 现在把钱还回去也没用 因为你的脸已经被监控拍下来了 尼克说 明天他会早点去公司把钱放回去 只要没丢东西 就不会有人查看监控录像 他要回到原来的生活 老黑停住脚步 把钱袋扔了回去 你忘了一件事 我也得去过我原来的生活了 老黑失落地回到家 包着二女和妻子一脸满足 他并没有失去什么 当然尼克损坏一辆车子 还擦上了手臂 这一天过得不可谓不倒霉 但他却感觉比以前更幸福了 第二天 尼克满面红光 因为把钱放了回去就完事了 甚至老板为了查出 是谁破坏了他心爱的雕像 要求查看监控录像 尼克得知消息 连滚大半来到老板的办公室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揭开面这个监控画面 被画成了他席子着火时的录像 尼克心知肚明 是老黑暗中帮了他 他找到老黑 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并根据老黑的特长 帮老黑推荐了一份安保系统方面的工作 影片最后 黑白搭配出乎意料的报效 推荐心情郁闷的同学前去观看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